路口轉彎處轎車懸掛 過期車牌 巡邏遠景一靠近 突然油門用力催牙去 加速逃逸 遠景沿路尾隨轎車 鑽進小巷開到大馬路 轎車一路重重重 狂飆一公里 連闖好幾個紅燈 遠景不停按喇叭失警 轎車又想钻岔路 但卻撞上停等紅燈機車 自己失控打滑 撞到民宅前柱子停下 駕駛跳車逃逸 遠景追捕時 转彎打滑勒坦摔車 在地上打滾 雙手骨折 路邊一名休假國軍弟兄 看到立刻狂追上去 協助遠景把駕駛逮捕上號 原來他身上藏有毒品 转彎失控也發生在高雄小港 大型貨櫃車開出碼頭趕著送貨 右轉時雖然車速不快 頭過伸卻沒過 後方貨櫃傾倒側翻 駕駛自行脫困 好險是發射在平面道路 如果是在高架路橋 恐怕造成更嚴重死傷意外 記者來關章 王書宏台南高雄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